主席 各位同仁 各位官员 大家好 是不是请我们陈主委 陈主委 陈主委 你好 主委 我想第一个想请主委在业务报告来做说明的 就是在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有一些财经界的人士 提出了一些批评跟看法 认为说我们在金融业的发展上应该要更努力 因为金融业金融服务业占国内GDP的比例太低了 针对这样的一些看法跟这个指教 我想请教一下金管会的意见是什么 跟金管会报告一下 其实这个产值已经在回升之中了 现在我们的比重是多少 我们现在是6.52左右 我们占GDP的6.52 那么金管会有持续在做拉抬的动作 是是是我们一直在努力朝向这方面 而且我们相信今年应该会很乐观的 因为今年很多的新的业务都在开放 是 我想这个人民币业务啦 这个另外的话OBU的证券业务会开放 所以很多业务都在开放 金管会有没有设定一个目标呢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建议在做拉 那其实我也非常感谢各位对我们的一些期免 那本来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那您也可以看到我这一次的市政报告里面都写得很清楚 几乎我的整本市政报告里面都在写开放项目 是 而且我现在的态度呢 基本上面是 我会问我们的同仁呢 一些限制规定 我会问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做 倒着问 就是说如果不这样做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把它开放 所以朝向这方向再做 那其实呢市场进一步发展 商品是很重要 是 那我们配合这一次这两岸货币清算机制的建立 那现在大概全面允许大家呢 努力来这个设计各种商品 那另外的话债券市场也很重要 那大家其实 我可不可以这样解读哦 就是主委您的意思就是 尽管会在今年大幅度的推动各项的开放政策 所以尽管会有信心的相信 在今年底的时候 我们金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可以大幅的提高 是是是我们对这个部分 我们会全力以赴 对讲到开放这个问题 我就要接着请教一下主委 我们看到两岸之间的金融交流 最近也在如火如荼的推动 那么两岸之间的金融官员 在最近恐怕也有另外一次重大的会议要召开 我是不是可以请教一下 在我方哦 针对这一次的会议 我们的期待是什么 我们会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跟市委报告 因为哦 这个牵涉到这个双方的这种给价溢价 给价要价 我不会在这边讲太多了 因为现在双方大家要去谈 是 但是至少在这一次我们是有一些想法 而且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进一步的开放 是是是 对不对 是是 我可以这样做 当然我们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最大努力 帮业者争取一个有利的经营的条件 那第三 我要特别在这里哦 还是要再一次的跟主委反应哦 就是说两岸之间的金融交流当然很重要 尤其是以台湾的地缘关系 那么再加上大陆目前的市场的发展是 呃全世界大家众所瞩目的一个标的哦 所以政府协助我们的金融服务业呃 前进中国大陆市场当然责无旁贷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哦 我们在做整个产业规划的时候 我们也要有一些风险控管的概念 是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头 对台湾来说未必是一个最安全的方式 所以如何协助我们的金融服务业 做全球的布局哦 对台湾来讲 恐怕也是另外一个国安层级的问题 因为如果我们全面的金融服务业 都是前进中国大陆 都是摆在中国大陆 一旦两岸关系有什么样的变动 很快的我们金融服务业就会变成 另外一个肉票 另外一个牺牲品 所以这一点是不是也能够拜托金管会 我们要进入中国大陆市场 可是同步 我们针对全球其他的市场 我们也应该协助我们的金融服务业 一并的来做规划 是 这个在这次的市政报告里面特别提了 只要这个 这个台山聚集的地区 有需要我们这个台资银行的金融服务 我们都会尽量协助我们的 台资银行的去设立据点 所以现在其实很积极在做 比如说像东南亚这些国家 柬埔寨 越南 另外的话像他们努力的 像还有一些是到这个印度去的 现在都全力协助他们在做 那大概最近的话 如果说其他新兴的地区有机会 也都会 我拜托一下主委 我想说除了新兴开发中国家之外 以开发国家 像欧美 像其他的这些国家 如果能够有机会 是不是金管会也能够一并的来做考量 我认为就是我们可以设定一个比重 就是说在你的这个 整个全面的这个安全的规划的概念之下 对每一个市场来进行一些比重性的分配 我觉得这对于台湾金融服务业布局全球 恐怕会有正面的帮助 那么接下来我要请教一下主委 就是在上个会期我特别谈 也跟主委就教过第三方支付的这个问题 因为最近我们看到淘宝网的这个一篇专题 所以外界又重新重视起来 有关于这个网络购物 网络平台网络交易的问题 那网络交易要能够活络 当然第三方支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 可是如何让第三方支付这样的一个制度 很健全的很安全的把它设立起来 又能够避免掉一些可能衍生的一些诈骗 或者是商业的犯罪的行为 我觉得这是金融管会 未来在规划第三方支付制度里头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 是不是可以请你主委谈一下 第三方支付目前的主要是在经济部那边的主管 那我们基本上面呢 我们这个是应该是这么讲 我们乐观其成啦 只要他能够这个确保消费者的权益 另外的话 就是他的交易过程 不要产生一些其他不需要的一些问题 那当然这地方当然会牵涉到 譬如说假定说这个牵涉到金融的问题 就会有一些这个洗钱的各方面的问题啦 这些东西都必须要去考虑啦 这种前提之下 我们大概就是会尽量协助 那商业经济部商业市那边呢 它是有一些规划啦 那银行这边如果要做的话 当然我们也会协助 我们也会支持他们去做 不过最重要还是要保护消费者 目前现在的规划方向是什么 就任何一个公司都可以乘坐第三方支付的这个业务吗 我这点是我比较担心的问题 这部分经济部那边它是会有一些管理的办法 那它最近是要定一个所谓的评鉴标准 另外的话如果说这些第三方支付公司 它要这个成希望使用信用卡 要银行这边来帮它支付的话呢 它可能还要去申请这个 我们想叫特电 要需要申请特电的资格 所以这部分就是有一些 这点我特别要来拜托主委 就是说我们希望在台湾建立的一个第三方支付的制度 从一上路就能够把在其他国家 惨痛的教训能够避免掉 也就是说第三方支付我们最担心最害怕的 就是会不会有诈骗吗 会不会有这种老鼠会 或者会不会有这种吸金的团体 那么甚至你这个第三方支付的公司 它有没有足够的资本额 来乘坐这样的一些业务 所以我觉得这个金管会恐怕是责无旁贷 因为经济部的立场跟角度 它当然是希望说尽快建立 然后推动网络交易 网络平台 然后这个网络的商业就可以更活络了 可是经济部本身恐怕对于 金融犯罪的这个基本的概念 未必如同金管会这么有经验 所以我特别要拜托 在整个设计的过程当中 金管会必须要坚持应该有的原则 否则最后这些账还是算在金管会的头上 如果是透过银行这边 我们会审胜 因为它有一些支付 它一定要透过银行 那如果要透过银行 我们这边会审胜 我记得金管会当时曾经在行政院会反映过 第三方支付的建立 必须要跟银行来做合作 才能够建立起来 是不是 现在金管会还是做这样的坚持吗 如果说它有一些金流作业 我们还是希望说它能够透过银行做 这一点我特别要拜托 因为毕竟银行还是在金管会的监理之下的 所以你任何一个第三方支付的制度 尤其是在初期的建立的过程当中 还是希望金管会能够坚持 能够以银行作为基础 或者作为合作的对象 你任何一个民间的公司 不是说一千万两千万资本 它就可以乘坐第三方支付的业务了 一千万两千万资本 收个三亿四亿的支付款 这非常的危险 这风险太高了 那么一旦第三方支付在台湾 一上路就面临到这么多的金融犯罪的时候 消费者对于第三方支付的信心 当然就会崩盘了 那你更不要讲 未来你网络交易跟网络平台的建立 所以这点我特别要拜托 在初期的建立过程当中 金管会的坚持 必须要坚持下去 好不好 拜托一下主委 今天金流管理的部分 我们会来跟商业师再来跟他们沟通 有点强化 好不好 谢谢主委 谢谢机长 辛苦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